台北市一名老妇人在文山去迷路,由于她患有失智症又没带证件,警方一时不知要如何帮她找到回家的路,幸好警方灵机一动,用电脑连上Google接警图,让老妇人找出自己的家,顺利带她回家。 文山二警分局警美派出所女警杨雅筑,日前在派出所扶勤时,一名善行民众牵着一位迷途老妇人走进派出所,请求协助,警方发现老妇人已经高龄85岁,当天早晨与丈夫前往警美河滨公园运动后不顺走时,善行民众在警人公园发现她面露彷徨不知所措, 赶紧带她到警美派出所寻求警方协助。 老妇人到派出所时,因患有失智症,无法回想起住家地址,又在陌生场所情绪更显紧张,只表示自己住在警美一带。 女警拨打老妇人女儿电话,却无人接听,激紧的女警询问老妇人日常生活圈,并随机说出警美附近街道名称公老妇人回忆。 当杨元说出关键字警龙街时,老妇人的记忆被唤起,女警立即以Google展示街景图慢慢让老妇人过目。 不只老妇人指着其中一间房子,却悦地说,对,这就是我错。 女警亲自将老妇人在送返家时,老妇人的女儿见到母亲安然无恙归来,喜机儿气表示上午得知母亲与父亲走散后,心中非常担心母亲的安危。 全家人不停在外寻找母亲下落,见到女警将母亲平安护。 送返家老妇女儿不断表达心中感激,女警杨雅逐利用Google街景图,顺利送老妇人返家记者料并其翻社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